周愉民京城金鐘影帝 愛演戲 痛並快樂著 得獎的是 中華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周愉民回家 再再周愉民 前晚終於將影帝獎座拿到手 新客金鐘影帝 新宮晚安接受蘋果專訪 我會緊張 我會緊張 本來都沒事 後來大家一直在講 就是我煞有其事 我會換一個 哎呦 怎麼會這樣子 好像以前學校有好事的那種心情 我四年前的時候我比較緊張 愛演戲在都自己提了 當然要來回顧 我最想要講 跟一個人說謝謝 就是坐在我旁邊的那個人 他四年前金鐘獎敗給趙耀廷 還差點被趙爸引脫上台 因為那個時候鏡頭 對著我們所有人 還有 有些尷尬 對 這回終於拿了影帝血池 網友為他拍手叫號 在家圈說 不要這樣講 不管你的 不管你的立場是站在我這邊 還是站在誰那邊 我都不希望 再有了 因為想要支持誰 我去說一些太嚴重的話 導致所有人都誤會 大家以前問我 會說 那你們現在跟媽是不是 是不是朋友 那我就會說 為什麼 因為對我來講 朋友的定義 不是只是在拍戲上面 是很好的交情 對 後面就沒有聯絡嗎 嗯 我確實沒有聯絡 確實在各忙各的 呦 聽起來 直接幫馬克定位在同業 我是希望他的 演藝制度是你一板同順 不要能夠 不要遇到我們遭受的一些 不好的一些東西 嗯 那做到就好了 嗯 那這跟朋友的朋友沒有關係 嗯 重點是 到底誰是做重商的那一個人 嗯 我會肯定不是我 嗯 那也不是他 那是誰 算了 過期就讓他過期 為了有很好的劇本 找你們兩個演員的話 對 會 會開心嗎 嗯 先看劇本那裡 對啊 如果很棒的劇本 我喜歡跟 好的演員一些 他覺得是其中一樣 繼續來聊宅宅也比較實際 即使有為你的反覆無常受傷 你也從來不去收拾 宅宅2001年以流星花園出道 一進演藝圈就走紅 在F4的偶像身份 後來就成了他的沉重包袱 我從來不覺得是包袱 可是當店都說 那你不是偶像嗎 這樣子講話的態度 對我來講 有一天 這句話就變成是我的包袱 我不覺得 我不覺得 太早受到不平時 是什麼好事 因為我喜歡 因為 牽車是健康 所以我們F4的時候 太早 太早受到大家的肯定 然後 很多時候是 你爬得越高的時候 但你的功勤 不夠多 你就有力會摔下 很早就開清這一點 其實很多人 都跟我講說 我不適合你這個工作 包括陶芝姐 我那時候不懂他的意思是什麼 我還有點怕 我在想 我是不是 我惹到 我是不是做錯什麼東西 我一直想 就 就是我想完了 他真的是 覺得我的個性 跟他可能看到的東西 很多很多的 藝人 是不太一樣的 仔仔的演戲走摺善骨子路線 會有工作感 因為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 都可以去理解 我心裡面 到底在想的東西是什麼 比方說 有個錢很好賺 很好賺 你為什麼不去 那當時沒有辦法去解釋太多 因為我 我不是很會 就是跟 公司的人 對話的人 那我只是 心裡想說 如果現在我跟你講不話 我 我沒有氣餒 以後我做成功的時候 再在康復做什麼 我沒有騙你 所以其實是個性來硬的人 非常 不容易改變 你的想法 耳朵也很硬 很硬 對 不可以是 別打了 別打了 那我也回家 入境到了 把自己逼得 差點身心失調 我演得很痛苦 然後很享受 真的 很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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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命快樂 對 最好 最後他發現的方式 居然是 我想 我那段時間 打電動 不打電動 我那段時間會看 汽車之王 Lanking Park的那個演唱會 我就記得我那時候 也少到滿多人了 對對對 對 不管什麼時候 你現在 一兩點收工 我自己也很悶 那我回去就會大叫 我就 看了門後就會大叫 我就會放那個 然後就會 放非常大聲 就 沒有關係 隔天拍戲 有人說 還好嗎 你都在聽什麼 然後我才發現 噢 那個歌音不好 所以三鴻哥說 你剛剛講說 你看我們拍偶像 你不會跟他聽聲 我不敢 我沒這麼講 今年一直會 本來你 你盡量不會在 比較少機會的拍 因為今年機會 讓你給你拿 他一直是這樣 那OK 謝謝龍哥 謝謝 他太行 對著他 沒有錢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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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錢 你幹嘛揍我一頭 他自己 他自己是要 你不要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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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 我生活就好 那你的另一半 如果懷孕 他應該不小心 會碰到 我不要碎我 不要碎我 不要碎我 那有地獄嗎 對 聽完了新聞 發導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